继续我们来关心社会弱势 社会局为了要帮助街友 能够自食其力回归社会 从去年就开始邀请 国际居民的杂志社来南下 设点由街友来贩卖杂志 每贩卖出一本售价100元的杂志 街友就可以获得50元的利润 虽然说不多 但是对于街友的生活 已经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今天社会局长张乃迁 还有市议员张峰腾 也来到销售点帮助街友 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 能用行动力来举取他们 来小姐 欢迎您买杂志 住街友 我们有大支杂志 欢迎您 走上街头协助街友贩售杂志 社会局长张乃迁很进职 而这一喊 果然也吸引路过民众 停下脚步 发挥爱心买本杂志 我觉得这个活动 感觉还蛮有意义的 这样子 对然后刚好又可以 就是自己阅读杂志 对啊 就是不是一个单纯之捐款 而是我自己也可以有一些所得 这样子 每贩售一本售价100元的杂志 街友就可以获得50元的利润 这对已经流浪街头 六七年的街友大实而言 接受辅导就业后的生活 与之前有天壤之别 因为年纪大又没有特殊专长 过去的大使只能打打零工 但现在借由努力卖杂志 一个月平均有一两万元的收入 不用靠别人接济 召会尊严是最大收获 而看到这样的成果 当初负责为社会局与杂志社 串针引线的名义代表 也很欣慰 其实大志杂志 big issue是从英国开始的 那在英国 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在台北也是在很多捷运站 然后呢 请街友去卖 然后他就可以靠自己的劳力 他就可以赚钱自己用 更有尊严 其实我们也看到几个街友 从过去的一个无助到现在 他可以自力站起来 然后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规划 目前这本杂志在城市光廊 火车站 美丽岛 以及中山大学等六个地点 都有街友贩卖 未来也会采取移动式的销售 下回如果您有看到 不妨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街友自立 港东新闻许富天下秋足采访报导